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要來吃早餐 我們早上吃民宿旁邊的 公麥特勒 我跟妳講 美國說我們真的太失望了啦 就是 我們現在要離開這傷心地 一早就起來了 然後我們要去一個outlet 然後買一些防曬的泳衣類的東西 然後今天再帶小朋友去玩泳池 大家看得出來我現在很疲累 因為昨天也沒有睡得很好 我們現在要來買防曬的泳衣 買好之後我們就要去泡賴漁港吃龍蝦 吃完之後我們就會直接衝海邊這樣 好 這邊有一個門在這邊 這邊有水珠館 還有一些活動 這下面有Forever 21 H&M之類的 Brian買了一個眼鏡 有帥嗎 他一直把他戴在頭上 我們現在在他的這個mall裡面 然後這邊非常非常大 我覺得可以花大概一整天的時間都在這個mall裡面逛 然後裡面大部分女生喜歡的牌子都有 然後我們來的時候就現在自己都在打折 所以其實算起來蠻平衡的 像我幫我兒子買了Gaft的鋪圖 一條才990日圓 跟台灣名其他差非常的多 然後外面也蠻漂亮 也適合拍照 我老公說他覺得比美國車好掛 我覺得比美國車好掛非常非常多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離開這邊了 然後去泡賴漁港去吃飯 吃完之後我們就會直接在往南邊走 好啦 那等一下跟你們update 我們要來泡賴漁港這邊吃東西了 好 人真的很多 而且感覺都是台灣人 好 那我們來吃吧 他這邊東西好多喔 然後我這邊賣海鮮 一進來就是一個海味 我老公點了一個半隻龍蝦 然後醬子的套餐還蠻無敗 然後是4500 然後我點了一個這個 是鮪魚 醃漬鮪魚 然後跟鮭魚卵 然後我加了一個污泥 反正total總共就是9500 其實我覺得還算ok啦 價格 好 吃吧 他不要海葡萄是不是 他把海葡萄吐掉 你不喜歡 那個是海葡萄欸 不好吃 不好吃 好鹹 應該是昨天吧 而且我昨天抓到一隻 那個伯伯 那是看到伯伯的 一隻蝴蝶 一隻蝴蝶 睡覺 爸爸 睡覺 爸爸 睡覺 爸爸 爸爸 幹嘛 爸爸 我說睡覺 爸爸 爸爸 爸爸有很多動物在魚缸裡對不對 對啦 睡覺 為什麼 我會不會動物都會在魚缸裡啊 我怎麼知道 應該是他們想玩 應該是他們應該想 應該是他們想找一個地方 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 飯店是這一個 他是有溫泉的 然後 這應該是舊館 我們應該會坐在這個新館 我現在就要飯店了 這邊是新館 我後面呢 是舊館 舊館是合適的房間 然後我們這邊是一般的 他要拍你喔 我們家的小寶貝 怎麼了 全撞到了 撞到嘴巴 嘴巴破皮 在屏服 誰害你撞到 你自己嗎 你忘了往後退是不是 好快走 往前走 好 寶貝快進去 這床為什麼有這麼多 你們家這房間很大 這房間真的超大的 然後他只有一個 這樣子的小東西 然後他也沒有衣櫥 所以他的空間 其實就全部都放開了 然後 給我們四張床 這小朋友應該會喜歡 因為可以跳來跳去 然後再來廁所 喔廁所就是這樣 很乾淨 很明亮 超明亮的廁所 然後他有免治 我們昨天住了沒有免治 我老公是有點失望 再來外面 外面基本上是市景啦 然後可是你可以有一角 可以看得到海 好漂亮喔 這邊好漂亮喔 你看它乾淨喔 我帶你去搭螃蟹 這個海灘好漂亮喔 這個地方停車場是要 錢的就是500塊一天 好大旋轉 他這邊有可以租借的地方 像這邊有陽傘五百 然後可以躺的躺椅是一千 單純沙灘椅是五百 有很多東西可以租借 付好錢之後他就會給你 這個就拿過去給他就可以啦 我租了一個這個閃是五百塊 然後這個是一千塊 我們家的小寶貝在這邊 跟他爸爸兩個人 這個對焦放大是有點慢 在這邊 嗆到水了 嗆到水 嗆到 沒關係這次是一個經歷一個過程 之後就不會嗆到 這邊這個愛心的地方 是蠻多人會在這邊拍照 有蠻多人可以在這邊拍個照片 他好像說什麼情侶怎麼樣怎麼樣 就會怎麼樣怎麼樣 我忘掉了反正大家可以來這邊拍照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很可愛的 木頭的盪鞦韆也可以來這邊拍照 我覺得這邊蠻適合拍照片的 那個人爬回來了 怎麼了 累了 哈囉 他也要衝浪板 他也要衝浪板 哪邊有可以租 我以賽跑 我以賽跑 爸爸 我以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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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要累死了 這個孩子沒有辦法 哈哈哈哈 嗯 椅子一千 三五百 我就跟你講買個小帳篷吧 小帳篷才三千多而已欸 下次買小帳篷吧 他明天有沒有要玩嗎 對啊 應該說我們沒想要玩 玩這麼多天的海邊 如果各位要來海邊的話 真的可以直接買個小帳篷 那豬這個棋真的不太便宜 有一隻雞巨蟹 鼓鼻 你去看看雞巨蟹 雞巨蟹子好可愛 好可愛 那你要跟他kiss嗎 你要送他那個喔 放旁邊不要丟到他 放旁邊就好不然他會痛痛 他收集了一堆殼 坐好喔 哇 他不會過來 他跑走了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啦 他跑走了 他跑去哪裡啊 這邊有一個貝殼 好不好 他這樣進去 快救我啊 快救我啊 他不會過去弄你啦 小阿瓜 你的腳動的動 動得了嗎 我教你 大怪獸出來 你就是大怪獸啊 他跑到這邊了 來這裡動一動就站起來了 試試看 扭一扭 大怪獸注意節出場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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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成功 哎呦你都是土 跳一跳 跳一跳 你要去沖一下嗎 把他帶去沖一下啦 把他帶去泡下水啦 把他帶去泡下水啦 你幹嘛 他會躲起來 他太熱了 像其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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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 我認識的 你 來吧 來吧 他把海草種在這個 coco裡面 這樣子 海草就 海草就不怕枯萎了 我們要回去了 小朋友趕快走囉 走走走 哎呦 這個有租借的人 記得要把他拿回去這邊 還給他們 好 還是很漂亮 再給大家看一次 人很少 很適合小朋友來玩 什麼 我們去洗澡 找完後我們去玩 好 那就去洗澡 洗完我們再玩 我們再等一下再回來玩 嗨 現在是晚上九點鐘 因為我們玩 沙灘玩太晚 所以我們就還沒有吃飯 然後我們現在來吃飯 我們要吃是這一家燒肉 然後他這邊有停車車 就是他的電鎮隔壁 可以停七台車 然後這附近其實蠻多居酒屋的 他的對面也是一家居酒屋 然後這邊下面也是一家居酒屋 我們就是要吃這一家 這樣子 好啦來吃吧 他是和牛 烤爐 我們點了這個 兩個人吃到飽幾分鐘 可是結果我們兩個其實都不太吃這兩個 這兩個是比較好的肉 可是我們不太吃 然後我們有點飲料 喝到飽 然後其實菜單看不懂 就是你會下載那個Google的 其實就還蠻好用的 嗯 好啦 後來我們也在看菜單 上菜超快的 超好吃的 看起來很好吃的樣子 哈囉大家今天是回去的前一天 然後我今天早上起來感冒真的非常 我喉嚨好痛好痛 然後我才沒有拍你咧 然後 我真的不要啦 現在我講完我再拍你 好一起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那個 買一個安全帽 就是重機那種安全帽 然後買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去我們今天晚上的飯店 把房間先check in 對 然後過去的時間差不多是 一個小時左右 其實還蠻快的 對 飯店 對 對 然後呢 啊我又不管了 嗯 然後就是我們今天住的那個飯店啊 因為我們早上來不及起來吃早餐 所以就有三張早餐卷 然後它還蠻好的一點是 你沒有吃到早餐 它這三張 嗯 早餐卷呢 它可以讓你折成一張 一千五百塊的 幾用卷 就是但是只能在他們店內的 那個 商店消費 然後那個 商店裡面呢 除了有那些 有的沒有的觀光那種 商品之外呢 它也有水啊 咖啡啊 這一類啤酒 甚至是那個 一些小零食之類的 所以其實還不錯 所以呃 我們就總共買了兩大袋的東西 這樣子 我兒子一直想要講話 好啦跟大家再介紹一個 就是這個很非常的好喝 就如果你們有來日本玩的話 可以去超市買這個 它這個奶茶是還蠻好喝的奶茶 好啦 你想講什麼 就是我一個 媽媽每天都頭痛 媽媽每天都頭痛 媽媽每天頭痛 然後那我每天頭痛啊 就今天頭痛啊 因為我生病啦 大家 媽媽今天頭痛 其實媽媽生病了 那怎麼辦 我今天要不要藥 然後是關注要藥才行 好啦那跟大家拜拜吧 好再說一件事 推薦大家如果你們自己 開車自駕的話 可以買一個寶冰蛋 因為你裡面就 飯店都可以裝冰塊 然後你就可以裝點冰塊 然後 然後像這樣子 就是你可以裝點冰塊 然後這水就會是冰的 這樣子 就一直放在這邊這樣 然後你要喝東西的時候 這個冰塊也可以拿出來用 然後他們這邊的冰塊 我覺得融化的比較慢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飯店都有提供 好啦 看連冰淇淋都可以放 所以 還不錯 推薦大家買一個寶冰袋 如果你真的沒有帶來的話 我們這個是在當地的超市買的 一個是 一百零幾塊日幣吧 就是 但這種就是很普通的 如果你們可以帶比較好一點的話 可以自己帶來 我們住的飯店是這一個 名字我也在打給你們 就是這其實 蠻多人推薦的 它還不錯 然後它對面這邊就是免稅的嘛 然後轉過來 這是露營袋租租店 然後這邊就是 所謂的3A的那個 一個賣場或什麼的 討報失敗的小孩 嗨 嗨 你沒有成功報到是不是 是 是因為剛剛日本警察走了 沒跟他拜拜 喔 沿路都呈現這種狀態 就是一個要給人家抱 一個不要抱 然後 小猴子就拼命爬 拼命爬 兒子最後還是成功的 跳上爸爸的 懷裡了 我們 我們 我們來吃 餃子 這個 大阪王醬 它是一個連鎖的 然後 我有點想吃的原因 是因為以前在上榜的時候 然後日本同學很常來這個吃 然後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想說可以去吃吃看餃子 好啦我們來點啦 我們點了6顆想吃 老公說很好吃 然後它有味噌醬 然後辣的醬 點了一份南蛮吃 然後這個是 炸蝦子 然後它這個 旁邊碎碎的 應該是餛飩皮 小朋友連按耐不住 必須拿出秘密武器 好吃嗎 租車的人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這個是我們租的那個飯店 然後前面那邊就是 什麼3A的那個超市 然後你會看到一個這個 陽福店 然後呢 這一棟呢 就是那個 Outlet的 新品的店 然後它這樣過來的時候 這邊就有加油站 那這邊進去呢 就是各家 各大的那個租車 都在這裡面 如果說這邊人太多的時候啊 其實附近有蠻多家的 現在大家也可以去附近的家 有人不願意自己走路 誰?舉手 好 我們現在要去國際通 然後我現在狂冒汗 因為我吃了那個感冒的藥 然後怕有解熱鎮定 所以它會一直流汗 我們現在要從新都新科到國際通 然後因為呢我是一個錄師 加上我手機又要沒電了 所以我們就看準了前面有一團台灣人 然後他們應該也是要去國際通 然後他們應該也是要去國際通 所以我們就是一直follow著他們就對了 就對了 好 他不肯走 堅持要把爸爸抱 他爸爸又要背背包 我老公說跟在當兵一樣 好了 我趕快走吧 我們到了 這是好像是尾端吧 噢 其實我不知道是針頭還是尾 反正就到了 這孩子終於自己走路了 好啦我們要去高間了 哈囉今天是29號 今天我們等一下就要回國了 然後因為昨天到飯店的時候有點累 有點不舒服 所以我就忘了拍room tour的部分 然後我現在就是補一下 我們昨天晚上住的飯店呢 是在新都新附近 然後是蠻有名的一個網路上面 其實已經很多那種遊記啊 什麼都有介紹的一個連鎖 就是我的飯店 就是叫做 他的中文我忘掉了 我中文在五字卡給你們 就是這一間 嘿這一間 好其實我現在不太知道 我現在臉上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如果有岩石什麼 大家就忽略 因為我今天 起來就真的 還是有點不太舒服 然後有點累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差不多要等 八點半計程車來 如果你有坐計程車的需求的話 因為我們昨天晚上就把車換了 想說今天輕鬆一點 不要那麼趕 我們就直接叫計程車去機場 櫃台可以幫忙你叫 你知道跟他叫你的飛機時間 他就會幫你估算說你計程車會比較好 那到了之後我們就直接回台灣啦 好啦那就這樣啦 我現在要回台灣啦 我們現在要回台灣啦 要回家啦 要回家啦 我們出國玩啦 要回家啦 要起來了嗎寶貝 要玩一下喔 要玩一下喔 還要再玩一下喔 還要再玩一下喔 還要再玩一下是不是 我們玩一個禮拜了耶 再玩喔 那我們回家玩 玩一下 好不好 我們現在在機場 然後我們剛剛吃了一點東西 現在要登機了 我們這次回程是多有商務艙 因為機票時間 然後跟價格上有相比 商務艙跟機場他價非常非常少 所以就乾脆直接登機 然後跟你們說 我這邊裡面有一間餐廳 然後他的牛丼飯非常好吃 就是如果有來的人 就是不知道吃什麼 他可以吃他的牛丼飯 我們搭乘的是商務艙 然後這商務艙 你可以選擇在這邊吃飯的地方啊 或者是這些伴手禮店 購買東西 一個人有一千五百塊 然後我們三張 所以總共有四千五百塊 我們這樣吃東西吃掉 好啦 這小隻出來了 好可怕 好可怕